女人趁丈夫不注意 偷偷将一张二维码贴到了她的后背上 随即威拉谎称刚刚不小心用力过度 下一秒她竟然拿起一瓶辣椒酱 故意倒在了刚刚的二维码处 在她慢慢的涂抹下 辣椒酱烧着皮肤的痛感 瞬间就传遍了杰克的整个身体 随后杰克抱怨威拉的手法还需要有待提高 殊不知威拉的做法很快就会让她付出代价 由于后背一直传来胶着的疼痛感 杰克找到医生想要帮她检查一下 医生看到她背上的二维码夸赞她的纹身很有特点 杰克不解地询问医生 表示自己身上并没有纹身 这时机智的医生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 随即她装模作样地为杰克进行检查 施则偷偷用手机扫描了她背上的二维码 不料结果却令她心头一针 医生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眼前的男人竟是残忍的家暴狂 为了将女人偷偷解救出来 医生随即将计就计 说这种疼痛感可能是由于某种东西过敏所致 为了更好的了解并治疗 需要到杰克的家里去查找过敏人 杰克在听到医生的要求后并没有多想 随即就要带领医生赶往她的家中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杰克的家中 一进门杰克则警告起威拉 让她不要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随后将医生介绍给威拉 趁杰克离去的间隙医生告诉威拉 自己已经查看过了二维码的内容 威拉也瞬间明白了医生此行的目的 这时杰克捧着一盆绿植走过来 怀疑正是她导致的自己过敏不适 而医生则假装看了一眼后故意说道 并不是这盆植物所引起的过敏 随后故意支开杰克 让她再去其他房间查看一下 随后在威拉的试一下 医生也跟随她来到一间卧室 只见威拉推去了她的衣服 露出了那满是伤痕的身体 并说这都是丈夫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医生也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她询问威拉为何不联系警察局 威拉表示自己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随后医生拿出手机要将威拉的伤痕拍下来 打算保留这些证据到时交给有关部门 恰好此时杰克推门而入 她看到医生正在拍摄她的妻子 以为要对她的妻子图谋不轨 威拉想要上前解释 却直接被杰克一把推开 而这也为医生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她将提前准备的药粉偷偷打开 这边杰克也将矛头对准了医生 想要用她那暴力的手段狠狠地教训一下医生 而医生则偷偷将药粉倒入手心 趁机对着杰克轻轻一吹 而杰克则嘲讽起医生 说她的这些小伎俩根本对自己没有 结果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了 很快她就因为呼吸困难双腿无力 瘫倒在了地上 随即她向医生索取解药 医生趁机提出要求 让她与妻子离婚不得再打扰威拉的生活 可即便处于这种境地 杰克还是拒绝了医生的请求 医生继续恐吓她说道 你不那样做那就只能慢慢窒息而死 终于在这最后关头杰克还是妥协了 威拉则趁机快速地逃走了 医生将解药倒进杰克的嘴里 就在医生要转身离去时 杰克一把抓住医生的手说道 你太天真了 你认为我真的就会这样放你走了 医生表示我当然知道你的计谋 所以我刚刚给你的并不是解药 在听到医生的话后杰克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被医生牵着鼻子走 而这时威拉也带着警官赶了回来 杰克看到警官的到来 内心再也承受不住随即昏迷了过去 终于在好心医生的配合下 将这令人可耻的家暴男生之以法 假如你是这个医生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